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2日 12月初位于上海太平山街宅航的独立书店 建山书店 宣布明年3月底就结议 店长就说有神秘的投诉人 令他每个星期都收到不同部门的问候 每封信都见到检控这两个字 索性就决定收拾了 月中的时候至少有四间的独立书店都被巡查 位于深水堡的一拳书馆 昨天也在Facebook那里贴文 就列出了15日之内 有10次不同部门的探访 有些部门还去了三次 短短就是一两个礼拜几间 书馆就说有例行巡查 有接到投诉 真心累的说 位于太子的楼下书社 昨天下午半个钟头之内 有两个政府部门上门 有例行巡查 这个月内已经有食环署 资金局上门巡查 楼下书社的负责 人同传媒就说无法猜度 就是这些政府部门背后 在想什么 他说问过那些秘书公司 就说这类的情况就极度罕见 他就说公众难免有观感 是不是因为独立书店的取态 未必跟政府一致 所以成为不受欢迎的行业 香港的经济的特色 就是很多中小企 工商机构里面超过九成 接近可能九成七八 都是一些中小企业 数目有好几十间 好几十万 好几十万家 地铺租金季 很多都搬了上楼宇的上面的单位 那里经营 独立书店可能没有一些很正式的统计 但是占香港所有这些中小企业 都相对极少极少的数目 但是就看到各个部门 似乎就特别关心这些书店的运作 频频就问候 乐力执法稍为有常识 或者常理去想都会觉得并不尋常 这些特别问候的独立书店之心 真是路人皆见 原因其实可能就是三个字 远对抗 文化书籍加上一些书店 楼上的书店会是有一些交流 围路交流 可能在于一些 对一些人来说都会觉得是一种 国安法生效了之后 一些社会上出现的一些 远对抗的方式 又或者是将来可以出现远对抗 现在可能是营造一些 对抗意识的一些场所 或者一些形式 香港现在的法例里面 就没有说有针对远对抗的 实际上你都不知道怎样界定叫做远对抗 但是行政机关不同的部门 就有大量的法规可以用 可以利用行政的权力 一句话接到什么投诉 什么投诉的话 可以即时去巡查执法 香港是法治社会 但是也都是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 讲文明 也都讲道理 讲人情 合法以外 也都需要讲一些道理 讲一下常理 常情 否则法律很容易就会被一些 有权的人就利用为一些政治工具 达到某些的政治目的 道路书店占整体的经济比例 真的微不足道 书店接连被一些部门 例行巡查 相当不平常 但是看否主流媒体都不 没什么对这些巡查事件有什么的报道 相信可能都是因为这些是小店 小事一中 但是事件其实涉及政府部门 怎么行使它的公权力 公务员执法 营商环境 法治社会等等的问题 都真的是那句 小事有大意义 并不是小事 法治社会有规有矩 这个是香港的重要价值 17万 18万 公务员其实是良好管治 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实际上就是他们日常去执法 做事 公务员事务局日前就发表了一份 叫做公务员守则的咨询稿 局长杨河培恩就说其中一个目标 是要因应社会发展 和回应市民的期望 为公务员团队 定定一套清晰的共同信念 和操守的守则 为所有的公务员在日常的工作 决策和行为 提供一个重要指南 这个更新版的守则 新增了不少的篇幅 讲到一些宪制秩序 维护国家安全等等的内容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信念那里 删除了行事客观 不偏不倚这一行 杨河培恩被记者问到的时候就说 并不是删除了有关的规定 只是重组相关的意思 融入了新的十二项信念里面的 专专业精神 政治中立等等其他的章子 而这个守则也保留了政治中立的部分 但是又加入了必须以效忠国家 和香港特区为前提 引述这些咨询稿的首则里面的内容 其实都说了一件事 这些首则其实大量是一些文字游戏 公务员是否人民的公布 是否一支专业队伍 行事客观不偏不倚 从不同部门齐齐去关照这些独立书店的事件 就会看到一些端倚 因为整个整件事的处理 就真的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卿日前所说 无所不用其极那种处理方法的影子 当然他那时候是说宣传区议会选举 那些依法做这个例行巡查 那就都真是有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感觉 那也都有是完全按照特首李家超所说的 能做事造成事这样的精神 整件事一件小事 巡查书店其实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示范 公务员怎样做事 人民公博最重要的其实是那四个字 良知良心 更新版的首则那个十二项的基本信念里面 横看怎么看怎么看都好像没有这四个字 良知良心 是不是都好像局长所说融入了其他章节呢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是冬至祝大家冬至快乐 团团圆圆 亦顺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就过上圣诞假先和大家见面 保暖健康安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